送个外卖的功夫小电驴就被偷走了 这是哪个缺德的东西 做的真实 一点素质都没有 还好我小电驴是五星级文明产物 带有自动追踪定位功能 偷车贼准备承受来自一个外卖小哥的怒火吧 他瞄的 刚才还能骑呢 这怎么突然就不能动他了 难不成这小电驴还有远程锁定功能吗 不管了 二狗子咱们驮着走了 咱们轮流来 这辆车既然有这么高级的功能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下咱们喝酒的钱就有了 大狗哥 还是你聪明 你是大哥这车交给我驼 你在前面给我开到就行 二狗子不错嘛 挺有长进的 这辆车处理了 要制定要被你夹几个鸡腿 一直都是人骑车 第一次见到车骑人的 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今天哥哥你说 他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这还用说吗 这要是都看不出来 这两个人脑子有问题的话 咱们脑子就该有问题了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离这种人尽量远一点 免得惹上麻烦 不用管他们 咱们赶紧走 要不然一会这车的主人 来了就麻烦了 一定要在被发现之前 把这辆小电驴给处理了 我远程锁住了这辆小电驴 没想到 他们居然扛着走 还真是个人才啊 只是没有用到正途上 对面扛着小电驴的 赶紧把小电驴放下来 臭送外卖的 赶紧滚开 不要挡着我们的路 我们还有急事要办呢 如果你耽误了我们办事 看我大狗哥怎么教训你 急事 你们所谓的急事 就是要处理这辆小电驴吧 我告诉你们 现在把小电驴放下来 给我道歉 我可以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但如果你们要是 一意孤行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一辈子 臭送外卖的 你还真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现在从我们面前 滚开我大狗 就不跟你计较 如果你还是要 当着我们的路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 你个小王八蛋 大哥 这个外卖小哥穿的衣服的颜色 跟这个小电驴的颜色一样 你说这个小电驴 会不会就是这个送外卖的 如果真的是他的话 他不会报警 让那个警察抓我们吧 二狗子 虽然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下次不要再说了 你这样的话 会影响我们的军心 导致我们不自信 你给我记住 现在这辆小电驴就是你的 如果别人问的话 就说咱们是去修理 这样一来 就算是警察来了 也不能罚我们怎么样 好的大哥 我记住了 打死我都不会承认 这辆小电驴是咱们投的 看来你们是不打算 把这个小电驴还给我了 既然如此 那就先给你们一点苦头吃吃吧 小电驴 开启防盗模式 防盗模式已开启 请宿主在车周围设置安全标语 以防对他人误伤 大哥这小电驴还会说话 真是太高级了 咱们这次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不过他说的防盗模式是什么鬼 啊 哎呦我草 二狗子你电我多甚 不是我大哥 是这个的小电驴放出来的电 大哥快救救我 我要被电死了 赶紧松手把小电驴给扔了 真是没一点脑子 臭送外卖的 刚才你说过之后 我兄弟就被电成这样 这一定是你搞的鬼 我告诉你 今天没有一百万休想离开这里 刚才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 让你们放下我的小电驴 但是你们不听说 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还想找我要赔偿 你这是痴人说梦吧 我告诉你 刚才我这小电驴找不到的时候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偷窃再加上敲诈 就等着采缝刃机吧 大狗哥 他真的报警了 咱们还是赶紧跑吧 要不然警察来了 真的把咱们抓进去采缝刃机 我的老娘就没人照顾了 他一个人可怎么过 二狗子 不要怕 他没有证据证明 这小电驴是他的 你只要按照刚才我跟你说的 一口咬定这个小电驴是你的 警察也不能呢 你怎么办 另外一回警察来的时候 你躺在地上就说 这个送外卖的 抢咱们的小电驴 还动手打了你 到时候我给你作证 咱们好好敲诈这个送外卖的一笔 可是警察会相信我们吗 咱们是两个人 他就一个人 咱们比他多一张嘴 到时候 咱们也要把警察给说服了 行 大狗哥 我听你打 臭送外卖的 报警正好到时候 让警察给评评理 你不仅要强我们的小电驴 还动手打我兄弟 到时候我倒要看看 警察会把谁抓紧去采缝刃机 你们偷东西 还倒打一耙 我倒要看看 你一会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嘴硬 白心美女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没见你 我吃不好睡不好 都瘦了十几斤了 想我也不去找我 有事说是 我下面还有一个案件要处理呢 至于你这么长时间不找我这件事 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你 是这样的白心美女 今天我送外卖的时候 小电驴丢了 我用手机定位找到我小电驴的时候 这两个人正在扛着跑呢 所以我可以确定 他们两个就是偷车贼 白心美女 你一定要给我们这种 普通的老百姓做主啊 是他说的这样吗 你们两个有什么补充吧 如果没有补充的话 就跟我到警局去吧 美女警官 你不能因为你们认识 就偏向他吧 这辆车明明是我们的 车子坏了 我们准备扛过去修理的 结果半路这个送外卖的就出现了 一言不合就要抢我们的车 我们不给 他就动手打我二弟 你看我二弟 现在被他打得躺在地上都起不来了 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 你们都说这车是你们的 大狗是吧 我问你 你有什么证明 这辆车是你们的 警察同志 刚才我们两个还骑着车 准备去上班呢 这还用怎么证明呢 我跟二狗子都能证明 没错警官 这辆车就是我们的 我们两个都能证明 也就是说 你们没有证据证明 这辆车是你们的了 叶十三先生 现在请你拿出证据证明 这辆车是你的 大哥 这个抽送外卖的 如果真的能拿出来证明 咱们可怎么办 先别着急 咱们先看看是什么情况 如果他真的能拿出来证据的话 咱们撒鸭子就好 只要不被抓到就没事 你们两个二货给我看好了 这是我给这小店铃上的 八千万的保险 保单信息随时可查 我看你们现在 还有什么好说的 八千万的保单 美女警官 这送外卖的 一听就是说谎 赶紧把他给抓起来 让他去采缝认机 不仅如此 还要让他给我们 一百万的赔偿 是不是说谎 我们自有判断 现在保持安静 大狗 二狗先生 经过鉴定 保单是真的 也就是说 是你们偷了十三先生的小店驴 还要敲诈十三先生 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 你们盗窃的小店驴过于贵重 所以叶十三先生 已经向法院申请 给予你们八千年的有期徒刑 现在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八八千年 大狗哥 八千年 咱们能活八千年吗